我們主張民進黨政府無法承受美國壓力 就應該讓地方政府嚴管 中央做不到,地方來守護 上星期五,蔡英文總統粗暴突襲 在不願意接受國會監督,不與地方政府溝通 不管產業衝擊,不顧人民健康 及沒有社會共識的事不亦沒有的狀況下 貿然宣布開放瘦肉筋美國豬肉 以及30個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 不但缺乏風險管控以及配套 更為與社會大眾進行溝通說明 以全民健康作為利益交換的代價 令人憤怒與失望 民進黨說時空環境不同 事實是沒有時空環境不同 只有換了位置,換了腦袋 非治療疾病的動物用藥一直都有爭議 截至目前為止 歐盟仍然禁止使用瘦肉筋 民進黨過去一向以高標準食安自稱 應該向歐盟學習 而不是對美國卑躬屈膝 民進黨說不應該一國多治 現實是沒有一國多治 是中央任意開大門 地方必須嚴把關 我們主張民進黨政府無法承受美國壓力 就應該讓地方政府嚴管 中央做不到,地方來守護 民進黨說不必要 中國建築磯